我所练的这套八卦掌 是梁氏八卦掌 我老师是北京李子明 下面我给大家先说一下 学习八卦掌的基本功巴士 然后再说一下八卦掌的定式巴掌 第一个动作是掰扣步 两手插腰 两脚乘八字形 掰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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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动作 两脚乘先平坤 手指高于比较起 处理定 拇指趋 手腕铁直 手指微向内扣 穿着 穿的时候 要可以贴臂 要把肩顺出去 手臂 微直 不要伸直 不要伸直 也不要驱 穿出 第三个基本功 两脚乘先平坤 两脚与肩同翻 白掌 落到后边 手下落的时候 顺着 小臂 内扫 女幽 落掌 二脚乘先平坤 五脚乘先平坤 九脚乘先平坤 我自己立即项 二脚乘先平坤 启三脚乘先平坤 我的学习八卦掌 我的老师李子明还教过一个站桩 我给大家做一下 两脚大部重量到后腿 我的面部身体向这个方向 两掌要和正前方 这样站桩 两脚 转过来 在这样 要把油尽量放低 要扭过来 基本拔式 还有一个两脚 乘马步行 两掌心向上 向后插 摩擬向后插 摆 摆右手要摆到左前方 摆右手要摆到右前方 回来再反着做一个 自己练习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掌心放两个小时钟 别让它掉下来 左右 这个主要是练习你的腰和你两个手的动作 因为在以后的八卦掌里面这样的动作非常多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基本功的巴士 基本功巴士 调掌 也是练习你的腰和你两个小时钟 也是注意走向后援 前脚 要强力 左右相同 这个 这个 大不重量 在后腿 轴 向那眼 往前往上 这是调掌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法法党的基本 真的这个 是若川党 下去 起 再下去 这也是一个 一种东西 还有一个是 下榻 会 我 感谢观看 第一掌叫夏晨掌 两手抬起一肩同宽 同高 面前合鲁 向下按 注意 从肩坠爪 收臀 注意这个臀 不要不要丢个屁股 要收臀 好像 有一个水 水上有个球 我把这个球 按到和水面相平 然后走步 走步的时候 八卦掌特别讲究步 这个叫汤泥步 汤泥步 离脚 注意 离脚要直 外脚要扣 因为这个外脚 往里靠一点 你才能够 延圈涌断 延圈涌断 怎样 八卦掌的这个步法 讲五个字 每一步 讲五个字 蹬 膜 膜 膜式 这个脚 一定要经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